除了刚才的练习之外 我们还可以学一些口诀 令他记得好一点 在学口诀之前 我们为了加深他们的印象 我们可以试一下用画画的形式 让他在脑内形象化 这件事是发生什么事呢 帮我画一只手拖一只狗 在第一格上 接下来我们画第二张 第二张帮我画八宝鸭很好吃 一碟菜 接下来第三个 我要画一个叫阿七的 它很高 高脚七 它的嘴唇捉住 它有很多嘴 你可以在他胸口试7 让他记得叫阿七 它有很多嘴唇 第四张帮我画 风吹帆船飘 这些风卷下卷下 好了最后的帮我在后面 对对对对对 帮我画五个 两只手 好帮我收笔 帮我换第二只颜色笔 现在一只手拖一只狗 好想想想 躲在哪两个数字 躲在一和九 躲在一和九 好厉害 不过在旁边写下 一只手 写一字 狗 狗在旁边又写九字 接下来第二个 八宝鸭 很好吃 八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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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在哪 八啊 八宝鸭是这个名字 你写在碟旁边就可以了 对 鸭子是什么 二 对 鸭子二 然后高的七 鸭刀嘴 躲在哪两个数字 七和三 对哦 看见了 你画好了 你帮我圈住它 然后呢 这里的帆船 好像是什么字 四 那你帮我写四字在旁边 好了 风 好像 四个六 啊 对啊 好像六字啊 很好啊 好了 接下来 Give me five 有多少手指 有五只手指 五只手指 还有 五只手指 啊 所以有两个 两个五 所以Give me five 对了 两个五就Give me five 好了 记不记得我说这个是什么 一只 一只手 多只狗 接下来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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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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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一会我会写两个数字 看看你在哪一幅画找到 行不行 好 好了 这次呢 八 这个呢 你猜一下是什么 八 八 八 好 那就是 八 和 十 我们又考一下你 看看这样能不能用到魔法 有没有魔法念到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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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好 风吹凡旋飘 啊 风吹凡旋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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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到就是 四和六 会是什么啊 十 对了 那现在呢就可以 呢 小朋友是不是所有组合都会说是事实呢 我们就会抽问一些形式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记得 还有抽一下数字 原来有些不是用不到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些组合